下一课是你们之前学过的猪猪肝 我之前讲过,再讲一次 Arimatic是加减的,就是加法和减法的 然后这个是Arimatic的Janjang 就是那个序列猪猪肝 然后像这样的序列,比如3,7,11,15,19 就是每个的固定价式,这样就是Arimatic 如果是乘法的话,就是另外一个的 除法也是另外一个,加减的话就属于Arimatic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懂它到底是差别 是加减的差别,还是乘出的差别 你才懂它是Arimatic,还是另外一个 假设说,现在我们用这个做例子的话 我们的Bezza Serpunia,我们就称它为D 就是英文的Difference,用为D D的话就是第二个-第一个,比如说Tn 是7的话,N加1就是8,就是第8-第7 就是后面减前面就对了 所以这边就7-3就是4 13-16就是-3 然后Tn加1指的就是 第N个Servutan,就是第N个Term 就是第几个啦 然后Tn的话就是第N个Servutan 然后Bezza Serpunia是不可以拿0的 就是比如说,你算到0的话就是肯定是错了的 然后接下来是,你要确认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Arimatic 因为有些比如说224,428,826 这种全部是乘2的嘛 如果你只能用前面那一个的话 你就是拿4-2就是2 你不可以用一个,就直接断定它是Arimatic 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来断定它是不是Arimatic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持续的用Tn加1,Tn加2就是T1,T2,T3,T4,T5,T6 所以我们要连续来算看看,确认它真的是加或者减 我们拿第二-第一,拿第三-第二,算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这两个减出来是相等的,那么它就肯定是Arimatic 如果不相等的话,它就不是Arimatic 就这样咧 然后后面有一些例子 然后这里的话有告诉你这个Servutan 就是我们可以算出来 我们会有这个Formula叫做Tn等于A加N减1乘D Tn就是第N个Term 然后假设第5个Term的话,这样就是T5咯 这样这个N的话就要放5 D就是改那个Difference,就是那个差别 然后A的话很重要,A是ServutanPertama就是第一个 所以你要懂得讲一下Arimatic的第一个Term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写出来的话,第一个Term就是A加D咯 然后第二个就是A加2D 因为两次了,第三个就是A加3D咯 就是加上去 然后 如果说它们是三个持续性的那个 持续性的那个 Servutan在一个简匠Arimatic里面 那么 B-A一定会等于C-B 所以就是它的Formula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B就等于A加C除2 这次就照着它这个东西来做B-A 然后这边给你几个Example 接下来是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个叫HaseltanPertama就是叫总数 他会问你前面 比如前面六个的总数是什么 或者前面二十个的总数是什么 或者他会问你第六到第二十的总数 这样你就要拿到第二十的 减掉前面五个总数就会有那个 所以我们要背两种做法 第一个做法是 SN等于N除22A加N减一乘D N指的是第几个Term 比如说第五个 你要找一到五的那个总数就是S5 然后这个就用5咯 A是第一个Term 然后N放回5 D是那个差别 或者是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有时候它不会给你前面的那个 像这样子 就是给你第一 第二第三 然后后面没有给 有时候呢 他只给第一 或者甚至他不给第一 他给最后几个 这样你就要用这个 因为这个L指的是Subundant 有最后一个叫做L 所以如果提问给你最后一个 你就可以用这个 更快可以找到 然后 这里一样几个例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问你他们的关系 像这样子 他会跟你讲 比如说第N个Term 比如说我要第五个Term 那么你就要拿第五个 一到五的那个总数 减掉一到四的总数 这样你就会有第五的总数 这样你就会有第五的总数 这个是他们这些关系 所以你要很会运用这两个Formula 然后你再可以找到 然后这也是加减的 接下来就要进乘除的 乘除加冻Geometry 然后 然后 这里哦 比较特别的时候 我们不会写除法 我们会写分数 假设它是除二的话 我们就会写它是一百二 像这样子 除法 它明明就除二 可是我们会写它是乘一百二 不会写除这个字 都是会写乘 就看是乘二还是乘一百二 这样子 嗯 我们的做法的话 我们这里用的 因为是乘除的关系 所以叫做 Nispas Serpunia 刚才那个叫做 Beza Serpunia 这里叫做 Nispas Serpunia 就是拿第二个除第一个 然后 也是一样 不可以拿零 也不可以拿一 因为不可能除零 除一就是除自己 所以不可以 然后 我们就会有 也是一样 要确认它是不是Geometry 我们就要算了 我们就要连续三个嘛 所以二减 第二除第一 第三除第二 然后看看是不是等于 如果相等于的话 就代表 两个除一的东西 代表它们是怎样Geometry 如果不等于的话 我们就不是咯 然后这里就一样 是确认的Example 然后这里教你讲 看The Angle Term The Angle Term 它的Formula就是 AR Guasa N-1 这里小心是 Guasa N-1 所以你要先把N-1 解决了 然后R给它 这个Guasa 然后才可以乘A 所以这个很重要 A跟前面一样 是第一个Term Nispa 就跟前面讲的一样 第三除第二 或者第二除第一 然后像这个Geometry的话 第一个是A 第二个就是AR 因为乘一个R 第三个就是乘两个R 就变R 第三个再乘一个R 就变R 所以如果A B是三个持续性的话 那么B除A一定会等于C 除B 所以算出来就是B 等于Wincha Quasa AC 接下来一样学总数 Geometry的总数 我们要The Angle Term 的那个总数 这个要很小心的是 你要看你的R R不一样 Formula就不一样 假设我的R是2 就是全部乘2 我就用这个Formula 假设我的R全部是除2 除2就是乘1.2 就是小过1 我就用这个Formula 所以要配合 前面一样是A 跨乎乎 RN-1 除R-1 这个的话 因为R比较小 所以换成1-RN 除1-R 就这样 然后A就是第一个Term R的话 就是他们的那个除 把他们的差别 跟那个比例 看能差多少 接下来就是靠你T跟S的那个差别 怎样做 TN 假设第5个Term 就是拿前面5个总数 剪掉4个总数 就这样而已 然后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个有Geometry 有 那个Arithmetic 没有 这个的意思是 我们有这个 Gerdotter Hinga案 Gerdotter Hinga案 就是这个 呃 英文叫Infinity 华文好像是五指镜 就是永远算不完的意思 它是打横的吧 就是五指镜算不完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Case 就是我有一个Case 我的R是在-E跟E之间的话 它的做法就有可能是这个 1-RN to 1-R嘛 然后我要把它乘进去的话 因为这边A一块骨嘛 所以把它乘进去的话 就变成A乘E是A咯 A乘进去-RN 就变成-ARN在这边 然后分母一定是一样的 然后 它会说 当这个N靠近Gerdotter Hinga案 就是要不懂N是多少 可能N是99999 或者N是0.003之类的话 就是五指镜按不完 计算起来按不了这个号码的话 我们就称它为R Infinity是0 那么 我们就会用这个Formula 就是如果它已经购买的是Infinity 就是永远算不完的这个Dotter Hinga案 我们就用新的Formula 叫做A除1-R 然后它的R是介于-1到0之间 就是可能0.0003 或者是 或者是0.0005之类的 就是在-1跟1之间的号码 就非常小的号码 按不完的号码 我们就用这个A除1-R来做 然后下面就给你几个咯 像这样子 你看它跟 直接给你打个Dotter Hinga案 你就直接用A除1-R 然后要算A的话就是5-3 不用算咯 R的话就是5-9除5-3咯 然后就可以solve到啦 然后后面就一直练习 这一刻就完了 我就是这样 这一刻就补销了 感谢观看